大家好啊 盖板M4 Mac Mini 是今年来最有性价比的数码产品之一 因为它的CPU满载21W 就能皮敌AMD Ryzen AI9 HX370 65W的性能释放 而它的GPU实实在在超过了 HX370的890M核显 果补盖板3500元的购买价格 简直吊打各家的HX370 那么如此优秀又平价的迷离主机 有什么短板吗 还真有的 有两个 一个就是小小的256G的SSD 那是真不够用 另一个是千兆网卡 现在是啥年代了 2.5G已经普及到最便宜的 低功耗温度式小主机上了 千兆网口可太不够看了 大家好 我是老白 今天为大家介绍 弥补盖板M4缺焊 解决Mac Mini痛点的 奥瑞克USB4外置硬盘和雷电万兆网卡 奥瑞克这两件架起来可算是一套完整的产品 它直接解决了Mac Mini在2024年仍然使用千兆网络和256G内置SSD的两大痛点 因为咱们X86PC绝大多数千元机都已经是2.5G网口和512G SSD起跳了 而我们M4Mac Mini大多数朋友应该是买的256G SSD加千兆盖板吧 奥瑞克这套产品就是为了这些朋友们准备的 针对M4Mac Mini两大亟代解决的弱点 大家觉得哪一个是即将进入2025年的我们最不能忍受的呢 是千兆网卡呢 还是256G的SSD 或者必须一起解决掉它们 奥瑞克21A-10雷电3兼容USB4万兆网卡 带有自动温控风扇45度以上自启动 防止网卡过热断流 奥瑞克MiniMate M4 Pro桌面硬盘 专为M4设计 长宽与M4Mac Mini相同 接近40Gbps的读写速度 我们打开它们看一下 Millimeter桌面硬盘 15厘米的短线缆 1米的长线缆 说明书 REA-10雷电万兆网卡 30厘米的短线缆 说明书 铝合金加上塑料的组合 和M4Mac Mini一模一样 底部是产品型号 底部和后部都有通风口 后部还有USB4接口 雷电万兆网卡 这里是雷电接口连接电脑 这里是万兆RJ45接口 两侧都有通风口 全铝合金外壳 非常漂亮 我们首先在M4Mac Mini上测一测 奥瑞克雷电万兆网卡 这款雷电万兆网卡 在MicOS下是免驱的 插入后直接就能识别出来 网络速度已经协上到了实际 看一下网卡芯片 是我们的老素人 AQC113 首先跑OpenSpeedTest内网测试 测试结果是 读写的跑到了接近10Gbps 非常好 顺便给大家介绍如何使用 这款好用还免费的内网测试工具 我们在另一台 万兆Windows主机的微软商店 下载这款测速软件的服务端APP 然后打开它 自动启动OpenSpeedTest的服务端 记下服务端的IP和端口号 在M4 MacMedia的浏览器中 输入IP和端口号 开始测试 先跑下载 再跑上传 非常简单易用 接着我们要使用 另一个我们熟悉的工具 就是IPERF3 在服务器端的命令航窗口 输入IPERF3-S 打开IPERF3服务 MacOS端新版IPERF3的安装 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要使用HomeBray这个命令航工具 来下载IPERF3 在这个网址 扶置HomeBray安装命令 在Mac的中段里运行 输入用户口令 安装完成后 可能会碰到设置环境问题 大家输入这篇文章里的几个命令 去设置HomeBray的实行环境 然后用HomeBray 安装IPERF3 安装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测试了 跑到了9.4G 非常好的测试成绩 我们也用测温枪 测了万兆网卡的表面温度 最高39度 比旁边的M4Mac mini和MiniMater 要高一些 雷电万兆网口 出风口的噪音是58分贝 输回到耳边只有38分贝 接着我们来测试 这款标称40Gbps的 奥瑞克USB4外置硬盘 MiniMate 顺序读写超过了3700Mbps 接近3800Mbps 是我们测试过的 非雷电5外置SSD 跑到了最高读写速度 以前我们的雷电外置硬盘 只能跑到3100Mbps 这款奥瑞克外置硬盘非常好 我们用Disk Speed Test也跑了一下 读3300Mbps 写接近2900Mbps 也比其他雷电外置硬盘强 看一下麦克OS里 识别这块外置硬盘 只知道是奥瑞克的品牌 并没有主控和颗粒信息 除了M4Mac mini 可以使用这块外置硬盘 和雷电万兆网卡以外 我们也给他们接上了X86 Windows小主机 看看在Windows下表现如何 雷电万兆网卡在Windows下不能免驱 可以去奥瑞克官网下载网卡驱动 解压后 在设备管理器里更新驱动程序 识别出它是AQ3 113实际网卡 也接受到了IP地址 我们来跑一下测试 Open Speed Test 下载接近9G 上传接近10G IPF3 跑到了接近9.41G Windows下的表现和麦克OS下一样 都很不错 奥瑞克这块硬盘 在Crystal Disk Info里的信息 它有稳定的写入缓程 同样跑到了接近3800兆币每秒 非常不错 总结一下 无论是奥瑞克的雷电万兆网卡 还是奥瑞克的USB4外置高速硬盘 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给盖版M4Mac mini做升级 补救瑞置SSD容量小 和千兆网卡速度慢 这两大弱点 而且啊 这两个产品的自身颜值也不低 外型就是采用和M4Mac mini相似的设计元素 都有铝合金外壳 MiniMate还有M4一样的塑料底座 它们能和M4Mac mini无缝衔接 非常般配 买了盖版M4Mac mini的朋友 如果忍受不了千兆和256G的SSD 想要升级 不妨重点考虑一下 奥瑞克这两款产品 它们不仅有强大的功能 还有漂亮的外观 值得我们推荐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